师父,我们一般学佛的人都要具有自卑心,一切没有事,学过佛的人只赖后他自己不能操作,我们学佛的人要帮他操作,应该要怎样帮他操作啊?请你介绍一下。 杜王的座有很多,最好最要紧的就是大广民座,这个座的威力太大了,功用也很大。 我们本境有七种广民,有千彩广民,这个座的大广民就是我们放千彩广民,右手是广广,左手是金刚权,金刚权就是大子安于无名之末戒,三个字头就是宗子无名小子, 你要大子,四子就越在这个大子的第二个估计上,就叫金刚权,就放了一个人命,右手就这样放算。 好,这个意思非常好,朝的亡灵是功用最大,反倒死不下来就是一当中, 要活不得,要死不得,要活不得,要死不得,加持到这个座,就会让它舒舒服服服地广成, 这个座非常好。假如什么地方安静,闹什么鬼啊、魔啊东西, 那么这个座,今天之后,一照,这个秘广最多安静,就不解脱了,整个座非常好。 这种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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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座。 这种座,那种座,这种座,这种座,这种座。 这个座,最后,假如我们家子皇杀,你们这个海边上的, 答,事情之后,拿一个红十线,一头穿针,插着战林,一头留在金刚群里面,一手放光照着沙。 令到十万八千之后,这个杀就叫净当的杀 什么地方有灾难,什么地方有鬼闹什么东西 一杀就太灭灭出去了 要杜王这个人吃了苦乐时,就拿这个杀 他夹着有棺材,就从棺材的脚往头上杀 纵然说三个道,也能把他拔出来身体 这个就背得很大 临死的时候,我们把这个大光明咒写成一个咒文放在他胸口 假如这个火化,连这个咒一到火化 他就在大光明咒上身体 假如不是这个火化下灌就当时放在灌材里面去 他一直就要,这个咒的威力很大 大家做这个咒就可以了 第二个我们念什么咒读王呢 就是念念了道金当咒 这个咒我们叫轮回啊,都有金当护法 所以念了道的护法 加持这个王明,就是王明的咒 所以这个咒威力很大 我们读完的时候呢,这个咒叫,每个咒叫念一百零八遍 这个咒读文就是 啊啊,下什么哈 啊啊,下什么哈 这个咒读文很别的 第三个呢,我们就是读文解脱咒 就是王明,听到这个咒音,就在解脱咒读文 这死亡的昏灵啊,他听到我们讲话 我们就听不到他讲话 我们喊他,他也回答我们 就是我们听不到,他喊着急 所以我们讲了,他听不到 所以读文解脱咒读文,一定是肉才听到 听到之后就在解脱,就很好 这时候就是,阿比加根尬 阿比加根尬 那这一个咒呢,本觉大的咒 就是我们过去成福的佛菩萨 喝起来就打住 所以贵的很大,是王明的咒 这是词文 妈妈过人在门打 妈妈过人在门打 我们上海有一个同学 他这个话已经枯萎了 究竟这个词 所以教这个话,这个话就符合 这很好 所以词吧,自己词得一很大的威能 阿比喻就跟父母的父母的父母的父母 这一个词文 就是地浪博菩萨 地浪博菩萨是不会满刀的 大家要知道地浪博菩萨是地有状怨地有 就是地有众生 所以地浪博菩萨家庭也很大 他有两个 一个词 一个词 一个就是 Ong Chīng Hī Rā Zā Hōng Ong Chīng Hī Rā Zā Hōng 这个就是 Ong Pā Mā Nī Dā La Hōng Pā Sū Ha Ong Pā Mā Nī Dā La Hōng Pā Sū Ha 这几个咒 就加集到 我今天过来王神广咒 一块儿加集合住王民 非常好 Ong Ong Hai 感谢观看